鬼头刀鱼排在油锅里滋滋作响 金黄酥脆的外皮让人垂涎三尺 鬼头刀不管是清蒸红烧干煎都好吃 鬼头刀肉质扎实Q弹 仅在盛产又便宜 这是品尝的好时机 因为要来赶紧尝尝的还有其余 招牌菜瞬间摆满一整桌 主角是这一碗Q弹米粉搭上其余肉 入口鲜甜回甘 鬼头刀其余是东部渔民捕获的大宗 近期鬼头刀的价格 因为销往美国跟欧盟的订单减少 过去一公斤要卖80到100元 现在只要30到40元 不过产季已经接近尾声 民众想吃好鱼要把握时机 不过价格低可就让渔民苦恼了 认为价格跌太多不敷成本 加上黑鲑鱼进步 渔民叫苦连天 太突然了 我们都来不及准备 我们有一些鱼额都还没有下完 就把我们禁止 只要是比较不合理 只要我们一个缓冲级 近期黑鲑鱼为渔民带来不少收入 但累积鱼货量迅速逼近国家配额 因此6月12号起进步 渔民再不满 还是得好好配合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规范 以免超额捕捞 明年国家配额会被减低 近期黑鲑鱼价格落在 每公斤150到580元 各界关注黑鱼价格是否会被超高 总体的平均价格大概都还为止 有2500至300这样子的 宣布完之后 我们昨天是第一个市场的拍卖日 那整体的价格其实是差不了多少 黑鲑鱼进步 鬼头刀骑鱼又接近卫生 缺乏替代鱼种 部分鱼船甚至停梗 不出海 渔民直呼近期鱼价真的太低 也影响到生计 渔民带志间洋商人 蔡永恩 徐宇辰 一烂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永恩 徐宇达